前面我们说到了就是在中国 掌握了最高权力的人很少有人会不捉 因为你想想看那种颂歌盈儿 奴仆如云 对于所有的人的生杀欲夺 沙发决断都掌握在他的手里 所有的人在他面前都是要被招之寄来挥之寄去 这样的一种景象非常非常容易让人产生 自己根本就是无所不能的上帝 这样的一种错觉 在这样的一种错觉基础之上 他们就会为所欲为 最后就会肆无忌惮 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景象 比比皆是 那么如今到了我们这位胡太后这儿了 他如此顺利的他就废除了这个 只利母死这样的一个祖宗家法 然后呢 这位胡太后就陆陆续续的废止了一系列 这个皇家原来立的这个规矩 比如说以前太后的命令不能称之为赵 只能称之为制 就是制度的制 赵是皇帝的那个赵书的赵 皇帝赵约那个赵 那么这条规矩被废除了之后呢 胡太后的一言一行都和皇帝们一样 要称之为赵 那么过去规定的就是皇后和太后都不可以自称自己为赵 赵只有皇帝才能这样自称 那么到了胡太后那他把这条规矩也给打破了 他认为这一条陈规陋席 然后他就大胆胆胆的称呼自己为赵 就也是和皇帝一样 那么过去呢 群臣不管是在后宫还是前殿 群臣们对皇后或者对太后的称呼是殿下 那么到了胡太后那 胡太后下令下诏 这个时候他已经在下诏了 就是命令所有的群臣们 要一样称呼自己为陛下 这又和皇的一样 那么过去皇后或者太后 是不能够主持国家最重要的祭祀大典的 祭天呢 这样的大典 皇后和太后是不能主持的 那么现在胡太后亲自主持了 这种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 这个祭天大典祭祀典礼 那么就从这一系列举动当中 我们已经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出来 胡太后这个时候 他已经是以皇帝自居了 事实上如果这位胡太后再多一些政治头脑 再少一点那种小女子的那个情怀 那种虚荣心的那种东西的话 他就真的有可能成为中国第一位女皇帝 而不会让武则天 专美于后 但是可惜 就是这位胡太后其实是挺可惜的 就是该多的东西 比方说那种政治头脑 他少了一点 该少的东西 比如那种虚荣心啊 什么这种小女子情怀 他偏偏又多了不少 结果呢 他在做事情的时候 就显得过于随心所欲了一些 有的时候 他那个荒腔野板不是一般的不靠谱 于是就把这个国家 在把这个国家搞了崩盘的同时 这位胡太后也把他自己给送上了 那种死无葬身之地的 那种境地 或者叫奈何桥上面去 这个胡太后 她认为自己今天所有的一切 都是佛祖所赐 所以呢 她就下令修建了一座巨大的佛寺 据说这座佛寺的雄伟壮丽 和那个皇宫比较起来 毫不逊色 其中有一千间佛教僧侣的 住宿用的那个僧舍 然后其中有高一丈八尺的 十心的金佛 就是用十心金 住的那个佛像一大尊 一丈八尺高 想想看那需要多少黄金 然后呢 和真人等身大小的那种十心金佛像 有十尊 那种玉雕 用玉雕的这种巨佛 有两尊 仅此几下 就把整个国家的这个国库里边就闹起了金荒银荒和财政危机 有一天负责这个观测天象的官员报告 说是上天市井 需要有一位贵人 以死应那个上天的这个市井 胡太后干嘛呢 他立刻派人趁着这个月黑风高夜去把那个已经废除为尼姑的那个高太后 去把那个高太后杀死 他就是贵人让他让他死来应那个天象 有一次这个胡太后闲逛 他闲逛到了那个国库 国家仓库这个国库里边是专门负责储存储存那个什么储存那个各种布皮筹断什么卷博 就储存这个东西呢 胡太后一看 哦 国家很富有啊 那个国库里边装满了这些卷博 他就马上下令 文武百官可以凭自己的力气 随意搬取这个库中的布博 当时可能就是每个人只先搬一次 结果所有的文武百官都拼了 他们一拥而上 后边背前面抱 当时帝国最高的一位行政长官叫尚书令 这个尚书令叫李宠 他和一位王爷叫这个张武王元荣 这两个人搬的东西太多了 然后被押翻在地 一个人伤了腰 一个人扭了腿 那就胡太后就下令说把这个两个人赶出去 一匹布也不许他们拿 有几天在守护就传出来的一首歌谣 这首歌谣叫做 陈流张武 伤腰折骨 贪人败累 碎我民主 很押韵 是吧 就是讲了这个记录了当时的这件事情 那么在同样在中国历史上边 我们可以看的很多这样的情况 就是对于那些权力大的眉边眉沿 而且基本上不受什么制约的政治人物们来说 多姿多彩的两性生活 就历来是他们政治生涯当中的这种花彩乐章 古今中外没有什么例外 尤其是在中国更不会例外 这个胡太后当然也不会例外 从史书上面看 如果以数量来论的话 胡太后的情人之多 大概可以拔 就是中华帝国女性政治人物当中的这种头筹 就她可能是第一位 她的情人之多 如果用质量来判断 胡太后的有一些情人质量相当高 是太后自己放下身段 主动追求 甚至强迫他们成为自己情人的 那么这种情形就使得 那个胡太后和她的情人之间 时不时的就会笼罩上一层 或者是忧伤 或者是浪漫的那种 很浓郁的桃红色气息 如果要是掺杂进去了政治斗争的这种因素 就会变成异常惨痛 比如说在这里边有一个人 她是胡太后的小叔子 就是大型皇帝的弟弟 她是清河王 叫元毅 这个人史书上记载说 她长得非常帅 风神俊朗如玉树临风 这是古代人形容那些 种长得俊朗的 中青年男人最常用的一个形容词 就是现在用来形容这个原意 这个清河王 胡太后就对她的这个小叔子 其实早就私心里面 早就很爱慕她的这个小叔子 等到胡太后的这个老公那个皇帝一死 这个胡太后就下令把她的这个小叔子给造到后宫里来 然后造进后宫了之后 这个胡太后风行万种的胡太后就 大王硬上宫 就愣把这个王爷活活培养成了那个胡太后的情人 而且胡太后下令让她的这个小叔子 让她的这个亲人那个担任宰相 来替太后来打理这个朝政 其实从人类学和民族学的这个角度上来观察 地球人都知道 当时北魏是鲜卑人创立的 他们身上流淌着鲜卑 匈奴 汉族 高车 柔燃 节礼 枪等等 很多民族的这种混合学业 经过了太和改制 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汉化 但是仍然保持着极为浓厚的那种民族文化习俗 这种民族文化习俗 一直到了后来的隋唐时代很久之后 还都有所保留 所以呢 当时在这整个社会上流行的那种 曾记婚 少婚制 年代婚 一妻多夫 一夫多妻 这样的多种婚姻形式 父亲死了 儿子起没有血缘关系的继母 哥哥死了 弟弟娶嫂子为妻 这些都是非常人性化的 很正常的考虑 没有什么人会扫天多怪 大惊小怪 所以呢 这个清河王和他的嫂子胡太后同床共枕 也没有什么人一定要站出来 义正词言义凡 问题就在于这个清河王元毅 他不是那种牵着大姐他群边的那种小白脸 他有才干 而且这个人文化素养非常好 他理贤下世 理敬世人 不光是受到了太后的青睐 在当时人们的这个眼光都对这位亲王 很有好评 就是他的威望是挺高的 还有最糟糕的一点就是他还真的想干点正事 他不是他嫂子想让他去做什么宰相 帮助他嫂子打理国政 他是真的想把这个国家给治理好 结果呢 清河王元毅惹翻了两个万万惹不得的两个人 这两个人是谁 一个叫刘腾 就是这个文刀刘腾 就是这个奔腾万马奔腾的那个腾 这个刘腾是个什么人呢 说起来他是一个不起眼的一个人 但是他是皇宫内院的太监总管 所有皇宫里边的这些太监的归他管 你知道他有多厉害了吧 另外一位叫元毅 姓元的元 当时大家知道这个拓跋部 北魏的这个皇室 鲜卑皇室 从这个拓跋改姓就改成了这个元 是当时的第一大姓是皇姓 那一看这个元毅你就知道他又是皇宫中亲 这个人他不单是皇室中亲 他是经兆王的儿子 然后兼胡太后的嫡亲妹夫 什么意思就是胡太后的妹妹是这个元毅的 是这元毅的夫人 这个元毅是胡太后妹妹的老公 这些还都无所谓最要命的一个是此人兼禁卫军领军将军 什么意思就是中央警卫部队归他管 一把手中央警卫部队的一把手 皇宫内院京城里边的要害部地区都是归他来警卫 归他的部队来在外 胡太后当初为什么能够轻易的废子的那个子力母死的这个祖宗加法 胡太后为什么能够那么顺利的就把所有的这个事情都给搞定 然后把那个高太后先是给费上的尼姑 后来是上鹰天象把那个高太后又给杀死 都和这两位有关系 你想想一个是整个皇宫大内的主管 一个是整个中央警卫部队的一把手 这两个人他们控制了整个皇宫内外的所有的这种交通 和所有的这些要害部门 胡太后在整个皇宫大内的血雨腥风当中 能够一步一步的呃 脚踩莲花 然后成了这个成了这个呃 就是从最开始的这个成华夫人到冲华夫人 从冲华夫人到了胡太妃 从胡太妃到了胡太后 从胡太后又开始垂帘听证 所有所有的这一步一步都是因为有这两个人 是胡太后最坚定的拥堵 并且是由这两个人在背后使命的支撑的这位 使命的支撑的那位胡太后 她才能够做到的一点 所以太后称政以后就是她垂帘听证 不光是垂帘听证 而且她称呼自己为镇了以后 她就让这两位把他们自己发展成了 就是可以弄权 可以王法 可以买官卖官的专业户 那么这两位最开始使保的太后 太后掌握了最高权力之后 又由着他们把自己发展成了玩弄这个最高权力的这个专业户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今太后又把她的这个小叔的这个清科王元毅任命成了宰相 而这位元宰相 他又真的想把国家治理好 你们觉得会发生什么事 很自然呢 这位清科王元毅就和这一个是皇宫的大内主管 一个是中央警卫部队的最高首长 他们迎头相撞 这个迎头相撞了之后 这个清科王 你想想看 他本身就是皇室 他曾经是皇帝的弟弟来着 那么本来就身份贵重 然后呢 如今又和胡太后 他的嫂子同床共枕 同床共枕完了之后 他又禁卫成了宰相 成了最高的行政首脑 他偏偏又想着要有所作为 于是 当他见到这个刘腾和元毅 这两个人在那 胡作非为买官卖官 就是做这些狗屎倒灶了破事的时候 这个元毅当然就非常不客气 没头没脑的痛斥过这两个人 这两个家伙 一下子就杀了 非常慌 非常慌完了之后 因为他知道这个清科王 如果要是要跟他们玩真的的话 那么这个清科王 是有充分的权力和有充分的什么东西 让他们两个人死无掌声之地的 于是这两个人就在非常恐慌之后 这两个人在暗中商量 怎么办 最后决定先下手为强 他们于是就把这个 他们是怎么先下手为强的呢 他们是把一个平时 在那伺候皇帝吃饭的一个太监 他们把这个太监 让这个太监在皇帝面前 告发这个清科王 说是清科王 让他就是让伺候皇帝吃饭的这个太监 让他毒死皇帝 完了给他的承诺就是 清科王自己做了皇帝之后 就是给这个太监荣华富贵 当时这个小皇帝已经是十一岁了 十一岁的小皇帝正好是那种 用今天的话说 他就是那种听那字 就是正好刚刚进入那种 青春反叛期的时候 那种对人事半通不通 但是他自己以为自己无所不能 无所不懂 正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年龄上 这个小皇帝当这个太监一说 他真的信了 他真的信了之后 就是到了一天的半夜 这几个破人就在小皇帝的那个指挥之下 把他妈胡太后给关到了那个涌巷那个门里边 再把这个园艺打到皇太后的这个旗号 把这个园艺给骗进宫来 这园艺一走进宫门 宫门在后面 工当一声关上 然后一帮太监一拥而上 就把这个园艺给杀死了 就这样 他们悄无声息的 就这样搞了一场公平政变